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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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太湖平原中心的书州以水闻名 甚至以水为傲 慢慢水流浸润这座古老的城市 有别于北方大气豪迈 江南温顺如水的民风 成了历代帝王为服初旬的首选 有人说来到苏州一定要来看这个虎寺塔 我们看到这个塔就快要倒下来的 真是不得了啊 这个塔大概是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那么事实上来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来看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中国第一比萨斜塔 它也是倾斜的 倾斜角度大概是有三度五十九分 我等要继续推 然而苏州引领帝王熟奇的 还不只是风景名胜 有人说道地的团菜也是吸引各代帝王 移来再来的原因 尤其是乾隆皇曾经六下江南 太湖美味的团菜自然也没有逃过 它这一个操客挑剔的味蕾 月月有花 季季有果 天天有鱼虾的太湖人家 抓鱼养蟹靠着一壶水 就能吃穿好几代人 我们知道在江南这个地方是鱼米之乡 那么大家要来证明一下 这里是不是随手一捞 就有很多的大鱼跟大虾在这里 那我们来到这个苏州边上的太湖 我们要来跟着船家一起去捕鱼 麻烦一下 我跟你们一块出去 我还冒着生命的危险 要准备要去捕鱼了 好了 我们要出发了 所以我们大概到哪里可以知道 说有鱼差不多哪里要放网的 对 什么地方都有 什么地方都有啊 对 谁是都有 这么好捕吗 真的还假的 师傅夸要太湖的鱼虾多彩 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浩瀚的太湖水滋养着一百多种的物种 四季皆有湖间可尝 太湖是水库也是凉库 不需洋凡 湖边人家只要撑着高 就可以捕鱼夹菜了 太湖水浅 最深不过五米 所以捕鱼方式也以拉龙为主 师傅说太湖虽然盛产鱼虾 但捕鱼还是得靠运气的 我们放下虾龙耐心等待 真的有鱼吗 这个鱼还会跳 这什么鱼啊 师傅 这什么鱼 鱼拉鱼 鱼拉鱼是什么鱼啊 所以像这个鱼的话 你们也常常会捕到这个鱼 太湖你都是这个鱼吗 这个鱼也明贵的 挺明贵的 挺明贵的 我们捕到明贵的鱼啊 太湖这个鱼米之乡 果然名不虚传 水手一捞就有鱼而入网 第二个我们运气还不错 想吃传菜不怕少个鱼 师傅这叫什么鱼啊 鱼拉鱼 不知道 反正今天要加菜 我们就 变成我们肚子里的传家菜 就吃这个了 师傅我先拉上去了 我们等一下就要吃传家菜了 拿着新鲜鱼过上岸 等物籍的直奔厨房 在这个太湖那边呢 我们抓到这个苍浪鱼 马上来处理一下 我们知道这边这个餐厅 其实有点像台湾 我们到港边去 他们也是看这个鱼喜欢的话 觉得很美味 觉得特别甜 那我们就请师傅帮我们处理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补到的 这个好 这个传家菜的话 听说乾隆也都来吃过是吧 对 那麻烦你帮我们做一道 乾隆也爱吃的传家菜 好的 太湖团菜讲究先制 因此丰主不需要太多繁复的手法 最常见的就是活呛清真 看着师傅快手快脚 处理我们的战利品 随性摆上几根葱 俐落的动作正好说明 传家菜简单随意却热情满满的风格 清真白鱼上桌了 这是我们刚刚带给你的一块煮的吧 对 来 还有这个苍浪鱼 什么 这个鸡浪鱼 鸡浪鱼 我想问的是这个太湖的这个 这传家菜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以什么一定要吃到 对 跑到我们太湖边上 这个太湖三百一定要吃到 三百 首先这个白虾 白虾 它还在动 最好的吃法就是我们生吃 它还活着 对 用高粱酒把它呛晕了以后 然后放调了以后 就直接可以吃 有人说来太湖必尝三百 没尝过可就白走一遭了 三百之一的白虾肉质软嫩 连虾壳都可以吞下肚的 传菜讲究天然 喝了高粱酒的白虾 尾醉却仍然兴奋 入口依然是活蹦乱跳 对 所以乾隆是不是听说就吃了这个 对对 乾隆 比如说到这边呢 特别要点这个菜 所以他下江南是被这个泥中 对对对 太湖除了百霞之外 白鱼跟鱼鱼也是一绝 这个白鱼的话呢 有什么特色 这个白鱼呢 我们这边又叫白丝鱼 白丝鱼啊 对 因为你剥开了它的肉 你看看是不是像一片一片的 一丝一丝的 嗯 它的肉特别嫩 我懂你说上面有纹路 对对对 一丝一丝的 所以又叫白丝鱼 真的很嫩 白鱼的鱼身不满细鳞 鱼肉细嫩 是太湖里的明星鱼种 白鱼的做法蛮多 但是师傅说想吃原味 清蒸最好 而滑溜溜的鱼鱼 也是太湖里的珍品 三白之一嘛 对对对 三白之中的这个鱼鱼 鱼鱼 这个看起来有点 像台湾的那个 也像是那个 我们台湾有一种 很小很小那种鱼 就是觉得感觉这个 吃起来一点点的这个 脆脆的感觉啊 对对对 感觉不到就是你咬到 它的鱼骨头 咬到它的骨头 对对对 感觉很软的那个骨头 对 可是这里面这个菜是什么菜 还有这个绿色的就是 我们太湖的纯菜 纯菜 对对对 太湖纯菜 也是我们太湖的辉宝之一 那个纯菜吃起来很像是 把那个菜放到那个 太白粉裹了以后 对对对 就像很滑的很滑 很滑的很滑的 鱼鱼搭配纯菜 口感上显得特别的清爽 鱼鱼盛产在五六月左右 鲜嫩可口 纯菜也不是随便都有的东西 师傅说 采着纯菜 人可是要坐在木桶里 伸手至水下 十到三十公分的地方采 滑溜溜的纯菜 不能搓水过久 否则口感会变差的 菜都好特别 主持人 再尝尝我们这个太湖的螺丝 吃螺丝啊 对对对 我们台湾可不能吃螺丝 因为我们主持人吃螺丝 就是 就是你们叫什么 范疙瘩是吧 对对对 这个好吃吗 这个很好吃的 我们这个太湖的螺丝 跟其他的地方也不一样 我真的要吃螺丝吗 对对对 尝一下尝一下 你尝一下再说 尝一下 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不远千里而来 师傅却教我们学吃螺丝 做主持人这一行啊 吃螺丝可是个禁忌的 还好我们吃了老半天 怎么样啊 就是吃不到螺肉 这证明我们 真的不会吃螺丝哦 吃这个是有计数的就是了 对对对 你看我一吸就吸出来了 我肯定不会吃螺丝 我还是吃不出来 所以就代表我不会吃螺丝了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不容易吃耶 我就考验吧 秦龙皇都是吃这个鱼吗 那么据我们老一辈 上面传说呢 这个秦龙皇帝到我们太后边上呢 他就点这个太后三白 三白 对对对 还有螺丝啊 山上的野菜啊 农民自己加了也 秦龙皇也吃螺丝啊 对对对 因为他工体里面呢 因为他的山珍海味 吃的比较多 他刚开始的也是 就像你刚才一样 他不敢吃 这个东西是不是很脏 或者怎么吃啊就是 其实的话也烧脑 不会吃这个 对对 所以说事实上他这个 来尝了以后就觉得 哇 实在太好吃了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太后三白 这个太后的螺丝 都很有名气 就是因为当时勾引住了千龙皇帝 来这边吃螺丝 都喝了他的胃嘛 都喝了他的胃 都喝了他的胃 江南水乡风光引力 物产风饶 自古就是国之两仓 连千龙皇都六下江南寻乐子 不过这传菜好虽好 却是简单的菜色 千龙下江南只有传家菜 那当然是不够的 书邦菜通调 重视刀工跟火候 是出了名的功夫菜 到江南没吃到书邦菜 那可就太没口福了 耍刀工 重火候 书邦菜民满江南 用一条鱼就能勾住千龙皇 我们在书州品尝最地道的 蔬菜商店 这个爱吃又爱玩的千龙皇帝 他当然不只是传家菜 会勾住他的胃 那么事实上 听说就在这里有一道菜 让他流连忘返 所以六四下江南 有人说杭州不断水 书州不断菜 书杭是天堂的代表 书州的菜一年世纪不断菜 讲究味道鲜美实力要对 乾隆皇帝行到江南 当然不能只吃传家菜就过瘾了 苏州菜以鱼为主角 发展出了许多经典的菜色 其中乾隆皇最喜欢的一道菜 可是考验着厨师的刀工 听说乾隆皇帝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道鱼 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刀工要得 那么到底怎么样要得 我们当然不用像乾隆皇 你要等在外面 我们可以进来偷看一下师傅 到底要怎么来切 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刀工 还有一个油炸 这个是调料里面的东西 好 那我们要开始下刀 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说你们主要的刀工 不要拿皮剃断 吴师傅说刀工是这一道菜的精髓所在 一失手这一道菜也就毁了 看着师傅一直一横快手切着 师傅不敢大意 我也在旁边比其一带 师傅说刀工是关键 材料也得趁精论良的 鱼要怎么样挑才知道这个 可能很适合来做这一道菜 这个鱼最好是叫一斤半刀一斤七两 一斤半一斤七两 不能多不能少 太多太小那么不好看的 太小太大也不好 不过一开花太多的话 可能太多了 书邦菜讲究细致 由这一道菜可略之一二 过了刀工这一关 牧师傅忙不迭地 赶紧沾上蛋液 再由专人裹粉定型 还走开了 就沾板的蛋糊 然后再拍个粉 对 再给它外皮沾了粉 让它沾了粉以后 它的外皮不沾连了 然后再给里面 也要沾好了 对 一个人粘好以后 它刺材了一个人粘开 相似松手 所以让它粘开来 对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 最关键的一步 它就是周手成形的 最关键的一步 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 它肯定就不开花了 对 怎么做了 接下来 接下来 下游锅炸了 为什么要换师傅了 这道菜 我们的每道工具 有专人负责的 专人负责 所以有炸的师傅 有炸的师傅 有刀工有刀工的师傅 对 所以炸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造型 造型 要才可以炸得比较漂亮 要抖一抖 要抖一抖 把它抖松爽 那怎么样才会弄得比较漂亮 下游锅让它定型 定型就漂亮了 就不能长时间的 不能长时间 长时间把里面的水制出来 把鱼刺又捏在一起 就粘不开了 粘不开就不漂亮了 书邦菜选料严谨 制作精细 我早有耳闻 没有想到连师傅都讲究 因材师意 这一道菜就换手三位师傅了 每位师傅都各有专长 看着一条鱼从下刀到摆盘 经历的时间不长 但每位师傅却无不是眉头紧锁 注意力集中 生怕出了疲漏 换了一道菜 粟邦菜讲究细节 此度的拿捏需要经验累积 厨房里有烟漫步 热气逼人 让我不得不佩服 这些活里有里打滚的 中后菜 中流浮沙的 天头这个米 雪花片 白鱼糕 鱼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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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这一道 松鼠鲍鱼就是你刚刚去做的 这一道对不对 是 我觉得这肉很特别 吃起来 感觉起来是QQ的 很带劲的味道 那个鱼肉不会感觉是很过软 它得要是炸出这样的Q的味道 是啊 应该是外脆里嫩 外脆里嫩 主要有一个特点 头仰尾翹 形状有点像松鼠 所以叫松鼠鱼 所以主要就是头跟尾这个地方 得要像松鼠的样子 因为它得要让翹得昂首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不一样 松鼠鱼为树帮菜之手 看看它微妙微笑 博像之真的松鼠在树梢间跳跃 尝起来肉质软Q 味道综合酸甜 兼具口感与视觉的享受 师傅说松鼠鱼 能成为酥帮菜之手 正是沾了乾隆皇的光 乾隆皇那时候 要打烊的时候到店里来 店里正好鱼都卖完了 他一定要吃鱼 他说你那个铜里面养了一条鱼 他看到了 看到一条鲤鱼 他养了一条鲤鱼 现在来讲鲤鱼是发财鱼 不卖钱的 但是客人一定要吃 那店鱼和老板说 老板也没办法 只能卖给他吃了 后来就是说 他要烧法特别一点 想了想去 后来里面那个师傅 就做了一条 就像现在来讲松鼠了 像松鼠的鱼 乾隆皇当时出的难题 不仅没有难倒厨师 还无意间留下这一道 盛传百年的名菜 松鼠鲑鱼和苏帮菜相互挥映 料理手法已经将苏帮菜的细腻 表达得实实入扣 我们身上要别这个筷子 你是要去偷吃吗 那肯定不是 到处吃是不是 我们做厨师 身上都要有个筷子 是吗 因为你烧好的菜 你感觉不怎么样呢 一定要自己要试一下 好专业喔 原来是得要先吃啊 那你都怎么试 先试一下那个菜 应该你认为可以了 才能出去 客人才会很开心就对了 才吃得高兴 你自己感觉不好 那道菜 可能留下来不能出去了 那你感觉一下 我们这道菜 我们等一下来吃的话 苏帮菜 除了做法讲究 连实力也看得中 在苏州一年四季都有四种肉 春季来正好赶上吃樱桃肉 那这个菜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这个肉最大的特色是 你要吃的是形状 像樱桃它一块一块 都像樱桃大小 对 要不要切太深 太深的话 它肉就散掉了 就不会像冰在一起了 太浅的话 它就花纹像这个呢 就弄不开花纹 然后吃嘴巴里呢 就放在嘴里嘛 就化掉了 哦 所以吃这个就是要化在嘴里面 对 吃一咪就化掉了 一咪啊 别小看它吃食的五花肉 但身后的火候及刀工 都已经蕴含在舌尖嘴里的满足 苏州菜细腻讲究 跟苏州人的个性无关系 小小一叠菜就可以看透 苏州人的性情 这是蛋塔做的 蛋塔做的呀 那这里面这个是什么 里面是鸡头米 鸡头米 鸡头米是不是这边才有的 只有苏州有 其他地方都没有 只有苏州才有这个啊 鸡头米啊 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点糯 糯是苏州的饮食习惯 也是外界人眼中苏州人的个性 简短的一个诺制 倒进了雨水千细一生的苏州人 有与生俱来的温和细腻 做成菜 能在菜肴里品尝 说起五语 能在舌尖里残地 见起园林 能在山水里挥洒 前龙六下江南民间行公 落脚鸿影三房 岩家花园地灵人节 开出了为台湾总统岩家干 我们在目睹 找寻乾隆的足迹 感受风水宝地的礼器 苏州有三三六水一分田之称 水箱间的风貌 迷恋住古今许多烧仁莫客 湘西旁的羊鲁垂旋 摆盪着妖姿 仿佛坐衣行李 目鲁轻轻地划开水面 目睹的轮廓 慢慢地清晰起来 到了吗 到了啊 走好 走好啊 在当时呢 齐龙皇帝君上是这样子 坐的小船呢 特别来到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吃完的 船家菜之后 特别来到这里 休息的地方 目睹这个古镇呢 大概是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那么事实上 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小啊 他事实上是乾隆皇帝 六四夏江南 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里 到处都有他的足迹 可以说是他的行宫 踏进目睹 到处都有他的足迹 红椅三房 是古镇里最大的师家园林 乾隆湘西 后隐林岩山 风景如画一般 吸引乾隆六次拜访 这是以前这个乾隆皇做的龙椅吗 是的 这把龙椅的 它是那个千年子坛制成的 千年子坛啊 哇 这个千年历史 它还有这个金龙的长毛铛 叫做金龙 那是什么 九条金龙 九条金龙在这上面啊 是的 可是人家说做到这个龙椅 应该会头晕 我觉得我做得挺稳当的 我应该可以当皇帝 我有皇帝命是吧 是的 那皇上坐在这里 要做什么呢 他是来看戏的 看戏啊 对 这眼前有戏台 是一个戏台子啊 哦 乾隆美游目睹 必到红颖三房来看戏 古时大户人家 都会养个戏班子 一共一乐 乾隆来目睹 不仅游三玩选 平民提私 还得要看看戏过过雨 好戏开罗啦 皇帝这派头真的很大 你看他是要坐在里面看 我们要站在这里看 才会看得到那个地方 是不是 是的 当初演出是在那个古戏台吗 是的 所以这个古戏台 以前心情在皇帝来的时候 都演些什么戏呢 像我们收藏一些平堂啊 一些昆寺啊 都是我们收藏的一些小调 小调 你讲话都是无能软语的 难怪乾隆要来六次 就是要特别听你们的小调 是的 因为我知道说皇帝 以前都看精细 来这边听小调 有不一样的味道 是的 红颖三房时至今日 认识许多人前来寻找乾隆的地方 皇帝亲临名社 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 红颖三房和其幸运 不仅乾隆六次拜访 在这里还珍藏着皇帝亲手写的 知智片语 圣子到 吾皇万岁万万岁 在这里总共是有二十多道的圣子 在这里展出 其实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来看看 到底这皇帝老子呢 他想要跟他的臣名或者臣子 说些什么样的话 圣子是古代皇帝封证给永宫官员 或赏赐绝位时颁发的告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圣子 都是用上等的丝绸铃锦织品 虽然历经了百年 仍然保存良好 为什么这个颜色是白纸黑字的感觉 那这个颜色是不一样 圣子为什么有不一样的 因为它分为连总 那一至五盆的为告密圣子 六至九盆的为赤明圣子 那告密圣子是彩色的 赤明圣子是纯白色的 所以这个就是告密的圣子 听说这个圣子 是不是有防卫标记啊 是不是 还要怕是有假的 哪一个地方是防卫标记 我才叫我拿到圣子 是真的是皇帝给我的 那么可以看上面 有两条发飞的上下年龙 就是这个 古代通讯不变 往来皆需靠苏信 不过古人也怕诈骗 圣子还特地制作防卫设计 确保皇帝的威信 圣子虽然有文武之别 颜色之别 但想要收到圣子 也非泛泛之辈的 一般想要接近皇帝 没家事没爵位 就只能靠科举 试试考运了 那怎么这么小啊 怎么看啊 是当年那个学生的一些小抄 考试用的小抄吗 作弊用的 作弊用的 那这样怎么看得出来啊 临时我要找到第五条 那这在哪里 或是第十条 第两百条 这找得到吗 它都是那个老鼠嘴 三根胡须所写的 三根胡须的老鼠笔 这么细的笔写啊 是的 它总共有两万八千余字 都是那个死说的那里 为了要靠近皇上一点点 得要透过这种考试的方式 那为了要靠近 宁愿做小抄 花了那么多时间啊 是的 还要眼睛眼力好才成 这到底要放到身上的哪里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小抄啊 是这样从衣袋里面偷出来吗 它是藏在那个鞋底下的 带入那个考场的 但不会有脚汗嘛 那不会脚汗很臭 还要把它抽出来啊 要说写写这么多次 真的是很累啊 是的 当时他们是不择手段 一定要想办法得取公民嘛 对不对 是的 那所以说用手写写得很累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还有那个印刷的啊 印刷的啊 印刷的啊 印刷的 这个好小喔 真的喔 它只非常小啊 只不过它要二十多万字了 哇塞 那还得要夹带一个那个 放大镜进去才成啊 是的 这实在是太小字了 哇塞 以前的最古代的还真的太强了 可以看出这种啊 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是在旁边还写一个 信物物带入场 明明是要给人家来做小操用的 还叫人家不要带进去 这个到底是什么目的 这很特别 为了要这个考试啊 要见皇帝 真的不容易耶 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尖罩 这么大一张是要做什么用的啊 你家子现在那个准考证啊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怕那个枪手跑去 帮我们考的时候 就是要先搞清楚他是谁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喔 你看这里面这个人 他是在这个 名字叫做温世寿 他是在山西来的人 然后十五岁 身大概身中整身材嘛 身中 面白 脸色很白 然后还说无须 还没讲无须 才十五岁 然后还说他是什么 很俊秀 可是我觉得他写这些条件 根本就是一般人 都长这样子不是吗 当时是没有照相机的 什么要把自己的五官 下面的都要描写 一前二楚 他是帮假猫挺踢的 还是可以帮得了嘛 起源于随代的科考制度 到了清代 可以说是完全的成熟年代 荣华富贵就靠仪式定终身 竞争激烈 在画像 连作弊方式 也能与时俱进 传统的科举 自习思想的活力 官场文化 扼杀世人的气节 也在另一头的 岩家花园里 看到官场文化的精髓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地方 几乎都已经被油壁踏破了 那么在第一次 其中下江南的时候 也是特别来到了这个地方 岩家花园 在当时他来到这里 是来看他的老师 因为他老师就住在这个宅里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马屁事件 来 来 我们来迎诗作对一下 清风听舵红曲里 下一句 造景鸳鸯自在里 不错不错不错 听说在当时 这秦龙皇帝呢 他只是坐在这个椅子上面 那么在当时呢 他一坐下来 就跟他老师呢 迎诗作对 听说在当时呢 没有想到就出了一个很大的岔子 把那个老师下了要命 你赶紧跪下来 到底什么事情啊 那当年呢 那个清风皇帝呢 他在这里 跟那个主人岩石做对 一不小心呢 把那个桌上的盆子 给他甩下来了 盆子在掉地上 对 那当时的场面是 那不是要命了吗 在皇帝面前东西砸了 是的 当时的场面是非常尴尬的 那个神老师他很会说话 他跪下来跟皇帝说 说了一些那个拍马屁的话 他说 皇帝你天子驾到 不就文武百话给你磕头 你这个小小的盆子给你磕头 请啊 来了 这艺术呢 那个尴尬就化解了 那秦龙皇在那里 听得非常高兴 一句马屁 躲过了撒头之罪 秦龙皇当时 不仅没有怪罪 他的老师沈德浅 还荣幸大悦地 继续名师作对 观察文化的对应进退 还真的是让我们开了眼界 哇 这月来花真的长到这么高大了 现在 是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已经有200岁 这么大的一个年纪了 是的 当初他没有被处理掉 没有啊 他再把那个小小的月来 没在这个园中了 那以上呢 就是200多年 也可以做我们赢家 所以说其实在当时这个龙兴大悦 没有想到反而在这边见证马屁文化 就这么高了 200岁 是的 严家花园一组过的三位主人 恰好印证了玉兰树的三个树叉 光绪28年 花园再由富商 严国欣买下 严国欣就是前总统严家干的主妇 听说严家干他以前就是在这里生活 是不是 是的 来来来 坐坐坐 那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是的 他出生在那个楼上 正好 这个楼上 是 目睹出了未名人 可让这小镇是更加的知名了 有人说严家花园位于宝地之上 庇佑延老 平步青云 那他是1926年 编于三海市鱼鹅大学 那1975年呢 那个奖进士兵部 严家干当了他的位置 那1978年呢 他总统特地讲坚图 但是讲坚图 就是达尔茨 他总统整出了三年的台湾正用 他们也知道说他也当过总统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风水宝地 有这个红帝来家 有这个总统名的人 比较诞生 所以说感觉起来 这个地方还真的风水挺不错 对不对 苏州的目睹镇 地灵人节 风景秀丽 严家干在此念书成家 其风度气质的养成与户居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苍苍的十多年过去 严家花园褪去了书香养治的外衣 以园林的多样风貌再现风华 古城出经典的作《红楼梦》 都在苏州看见 原艺术的极致成就 苏州有园林之城的美城 大小园林不下百处 古时园林作为 示意政客的引论之处 没有想到时至今日 却能成为古城文化蜕变的活力 传统的建筑风格 在诠释过后 已经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来到苏州的话 一定要来看看他们的 园林之美 特别是要来到这个地方 苏州博物馆 在这个新馆的部分 是世界级的建筑大师 贝玉民他的《封刀之作》 在建成之后 九十岁的贝劳 他当时就说 这个地方是他的小女儿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是苏州人 想遇国际的建筑大师 贝玉民闯荡海外多年 《封刀之作》却选在故乡苏州 贝劳以精湛的设计语言 在园林古城 成就另一个风格的建筑 这一栋艺术品花了七年建造 总耗资3.39亿人民币 造价之高令人折舍 球形松花了多少钱 光是这棵树 人民币十万块 可能还要再乘一几倍 听前辈说好像要价值四十万人民币 四十万人民币 算是大概百万台币了 所以贝老他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感觉起来里面就做了很多不一样的 原来的原类的原宿在里面 是 它是传统和现代结合 它既有传统的 但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传统又创新是贝老进行设计的巧思 一无一瓦都能窥见它 融合十几年的建筑心得和东西方的历练 贝老突破旧式束缚 开展出新的贝式建筑风格 苏州博物馆可以说当然使用这种玻璃材质 那么甚至也可以包括 我们的屋顶上面都可以看到 像是这种镂空的效果 在身上会出现光源的情形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走到这旁边 往外面一看窗子里面 您看到的是不宜景换的苏州园林风情 这大廊很长 是 我们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里面 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走廊 我们这一点也和它类似 不过不同的是 古典建筑里面 它走廊的上方会有一个梁 然后梁就会挡了光线 所以就会显得它们的走廊都是比较狭窄的 就是又黑又暗 对 然后我们这边就采用了自然的光线 把光线引用到室内来了 然后就显得整体就宽敞了 好像是不一样的时间看到的这个光线的感觉 也是完全不一样 是 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 然后角度会有变化 我们往往进展厅之前 看到一条光线是在墙的这个部位 我们出展厅的时候 这条光线就已经运动了 移动了位置了 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光景 所以单一天的时间看到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是的 贝老耗费许多心思 但是在旧式建筑的采光困境上 以玻璃材质颠覆无法形式 光的设计也经过一番考量 非得恰到好处才能显现出博物馆的历史风格 不仅突破采光限制 连庭园里讲究的山水 贝老也有他自己的一番创意 这整个看起来很像像山水块 是不是 他就是贝老他在设计的时候 从米符的那幅米点山水那幅 春山瑞松图里面得到的灵感 像那边高高的绿树 就是周振元他们家的了 我们把他家的绿树给借过来了 借过来一张看 对 然后我们都说 拥有借景的艺术效果 然后这个墙呢 也会定期把它刷得特别白 感觉像一张宣纸的 所以我画了一幅千锋叠障的水墨山水画 就石头铺陈出了一个画在上面 是 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细节 被绿民都亲自问过 细腻地展现苏州人的个性 黑白灰的搭配 让这幅大石山水画 在晴天和雨天会有不同的风味 难怪许多大陆建筑师 都会特别来这里朝圣 中国建筑里面的这些传统元素和搜组圆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涵盖进来了 而且用现代语言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建筑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特别的去有冲突的感觉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当我从卓振园呢 从刘园出来的时候 看这个建筑的时候 我就不觉得有这个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首先这个建筑是个新的 而搜组原理 而原理呢是古的 那古代的建筑在当时来说 它是一种经典 但是作为搜组原理来说 它至于将来 或者到现在来说 若干年以后它也是一个经典 因为建筑它是有时代性的 好 如果你给它打分 所以你要打几分啊 我肯定打九分以上啊 館内大片玻璃洒意的光影中 紫桥的园中有一大片的竹林 在徐徐围风中摇曳 苏州风情也恰如其分地在館中呈现 苏博馆刻意选址于园林老街上 体现中俄新 苏俄新的设计思维 寓意深长的创意 改变人们对苏博馆的概念 苏州风博馆真是一墙的石头山水 可以说是被明辈大师 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 我们事实上还要来看的是 就在这一道墙的后方 它是被列为是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桌正元 卓正元是499年前明朝镇得皇帝 是带着私人庭园 那么在当时是一个诗役的官员所建造 现在大家建立到的只有诗情画意 建于499年前的佐正元 是典型的苏州园林 当时的主人在政坛不得意 干脆退隐家乡 请来文真明设计这一片写意山水 另披一座桃花园 抒发内心感触 不过我们一进门却感觉 这些场景似曾相似 这是佐正元是吧 对 推文进来感觉很不像进了大观园 老师 是啊 听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他以前真的是住在这里吗 曹雪芹呢 他的舅舅在这里住过 所以曹雪芹对这种设计非常熟悉 所以他设计写那个大观园的时候 就用借用这个梅记 借了这一个张景 所以这边的一景一屋 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我们可以拿这个《红楼梦》来看 一般我们园林呢 特别是相当园林 它因为地方比较小 所以它不会让你一览无语的 一进去就要挡住它的美景 这样子吗 眼眼眼眼眼当中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一转弯 就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然后呢 让你产生一种惊喜 佐证园在地广阔 但禁园的大门却出乎意料的狭小 还有一座山水挡住视线 专攻园林研究的老师 曹林替说 这跟苏州人的个性很有关系 内敛不夸张 一扇小门 藏匿着一座桃花园 连景观设计都有考究一番 遮掩当中 园林的风景如同羞雀的江南女子 还真的是看到这个中国园林 就是突然就一景马上就转换 他这个小景出来 小景先是 然后绕过那边才是个大景 江南园林呢 就是主要是文人园 文人啊 士大夫文人回归田园 回归田园 就要求厌倦了官场 就回到这个田园来隐居 在他们隐居呢 不想到明山大川去隐居 就自己造一个 自己跟自己理想的一个生活环境 这个就是一种框景 用那个大的圆月门 月亮门 来作为框景 有一种术语 好像是什么为景做框 对不对 这个景外面还有一个框 这样的框起来 把美景也框起来 对 把那个最好的景框起来 作为一幅立体的画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以佐证园作为大官员的蓝图 写下流传至今的经典名作 书中主角林黛玉薄弱的身影 仿佛也在佐证园里悄悄现身 你知道《红楼梦》就有林黛玉啊 可以看到林黛玉的爱 爱好 你看这有隔 叫流亭隔 这是流亭隔 水面很长 有很多荷花的夏天 林黛玉最喜欢的 这是李三颖的一句诗 叫《流的蚕河听雨声》 所以它是听雨声的 到了秋天有荷花蚕的时候 这就开花了 它在这地方就听雨声 对对对 屋檐这样下雨 然后散荷花 然后在荷花上的那个雨声 然后它就落泪 林黛玉很欣赏这种 蚕败的这种秋天的景象 萧瘦的感觉 萧瘦 满池未开的荷花 是我错过的约定 林黛玉多仇善感的个性 让这座大宅院有了些忧愁 老师细细带领我们欣赏 眼前所见的都是经典 借景是园林的一个重要的 那个艺术构成部分 而且中国园林最重视借景 最重视的是借景 这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景观可以看到 对 它接着有灵界跟远界 我们后面那个镜头就是远界 远界啊 远界 飘敏飘散在中间 独享的乐趣 到今日却成了公共的空间 让后人可一窥造景的艺术成就 在苏州这个大户人家家里面呢 多半都有像这样的一个舞台 那么在这舞台上面常常都会有精彩的表演 那么它现在唱的是苏州非常有名的平台 就在这平常的音乐声中 来到这苏州的园林 那么要特别来看的就是在这边有都会有曲狼 那么在这个曲狼呢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都有屋檐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 绝对不会怕下雨 也不会怕晒太阳 那么就在刘园这边有特别的特色 就是它的曲狼大概长达700公尺 这么长 那么如果要把它走完的话 还得要花一个小时时间 如果你担心走一个小时实在太热的话 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这里随时的都会有个空间 可以让你倚着栏杆 那么美女一定要来靠一下 因为这叫做美女靠 园林作为苏州文化的一大部分 内涵的思维和美学底蕴 让这一座古城更添气质 文人雅士寄清山水 画出一个离世之梦 无形中也让这一片山水将城市怀抱 苏州人以柔诺的个性 细腻地绘制园林 烹饪菜肴 每句乌龙软语都传递着 苏州试水的柔情万千 五千 ciento 五千 三千 一千 一千 二千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